运动、跑步、登山是可以锻炼体能,增进身体健康 不过呢,却有很多人会担心这些运动到底会不会造成膝关节的伤害呢? 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导致膝关节受伤? 万一受伤了该如何处理呢?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1.0的单元 听听看专业医师的说明 各位心电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心电更新医院安康院区的骨科江静敏医师 那今天跟各位聊一聊关于爬山跟跑步是否会造成膝关节的伤害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先常常会听到 各位生活中常常会听到说 如果说我们今天常常跑步或是爬山 对膝关节会造成影响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关节炎的病因 所谓的关节炎呢,其实是连接关节两处的软骨造成磨损 造引起的这个发炎 那为什么会造成磨损呢? 是因为我们的关节软骨本身啊 它没有供血,没有血液供应 一旦它受伤之后 关节软骨的细胞没有办法透过血液细胞的输送而达到修复 那长期的磨损下来 软骨会越磨越薄 薄到两块硬骨啊 它碰在一起 然后甚至产生骨刺 最后就变成关节炎了 这是我们常常听到 爬山或是运动会导致关节炎的成因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先必须了解以下两点 第一点 其实会发生关节跟运动伤害有关系 是因为第一个 关节结构是否正常 假设你今天是拥有正常的关节 有完整的韧带跟关节软骨的话 其实关节在运动时是不受力的 因为受力的过程是由骨头跟肌肉进行吸收 关节软骨啊 它仿佛就是一层冰块 在另外一块冰块上面滑动 摩擦系数非常小 除非今天是患有骨质疏中症 或是肌小症 关节软骨才会受力 这是第一点的说明 第二点 其实关节在运动时容易受伤 是跟关节时受伤 关节运动时的压力有关系 也就是说 在你体重越重 或是压力越大的时候 你的关节软骨就更容易受伤 根据实验研究表明 刚我们的关节压强超过25兆帕的时候 软骨会发生裂缝 骨细胞会受损 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希望 我们的运动或是爬山或是跑步 不希望有关节受伤时 必须要架构在两个条件上面 第一个关节结构必须维持稳定健康 第二个你必须要在体重在控制 在一定的状况下面 你的关节才不会受损 那我们希望的是 如果说今天发生关节的现象 各位朋友可以先到医院去做 关节的检测 然后包含照X光 以及物理检查上面 关节活动角度的测量 去检查关节是否有变形积水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面 我们从事爬山跟运动 才会让我们的关节 维持在比较稳定的状态 不会造成进一步的受伤 以上就是我的说明 谢谢